喂 你好老板 货拉斯基啊 我问一下你那边是装了什么货呀 广来的 什么 广啊 广啊 广来的 讲不到这一单提货的物流师需要我垫160块钱的 现在有点担心啊 因为他这个金额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稍微给垫了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很多人说 专门有一种就是坑石机垫这个物流的费用 结果去那边的话 人都联系不上的 希望我这一单不是这样的 这趟货刚送过来的时候 把我整的慌了 为什么呢 给你们看一下 它定位的位置的话是写的F动的16号 然后结果我赶到这里 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F16号 然后我送到这个位置 正好是F的16号 过来 哎 门是关着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 打了三个电话没有接 最后第四个电话 他终于接通了 他说他这边去干活 然后现在通知师傅过来卸货了 总算是11斤一场了 不过钱还没收到 但是我一想应该不至于说去骗着160块钱啊 毕竟我感觉到车上的货远远是不止160块钱的 那等一下卸完货 看一下这个钱 他就怎么付给我 他有十几分钟 他的两个工人 终于把门打开过来卸货了 哎呀 这下应该是稳了啊 兄弟们 看来还是我的格局小了啊 卸完货的话 他那两个工人 直接跟他要 人家就直接转过来给我了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湛江可以说是当最多的一个地方 叫做海田集电批发市场 但是来到这里 跟我之前来的景象完全是两样的 因为我已经将近有小半年没来了 我记得我之前来的时候 这路两边全部都提满了平台的货运的车 但是现在一过来 趋止可数啊 基本的话也就是 三五辆车在这里 不知道是兄弟们都退坑了 还是什么情况